您好 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 我是刘芳瑜 台风天 尤其北台湾风墙宇宙 大爱新闻要持续陪伴您 掌握最新的资讯 今天是9月4号 农历的8月初九 诺兰诺台风 它是以中台之姿 昨天深夜就以擦片球的方式 扫过了东北角 而它的暴风圈相当扎实 狭带着七级风 在昨天深夜是11点半左右 已经正式的碰触到 我们东北角陆地了 继续是以每小时15转19公里的速度 几乎是正北的方向来往上前进 行经的速度还是不算快 所以预计要真正的通过东北角 就要等到今天的中午前后了 目前它是位于台北 东北东方320公里的海面上 近中心最大风速来到了 每秒48公尺 维持的是中台上限 台风也依旧是清晰可见的 它也会持续的在海面上吸收 满满水气 暴风圈还可能会长胖 不排除未来 有机会再升格为强烈台风 这几天各地水库也是进张不少 降雨最多的区域是集中在苗栗以北 延伸到了宜兰一带 都有300毫米左右降雨 另外中部山区也是这一回的降雨热区 其他也多多少少出现了风雨间歇系的雨势 总计三天以来 累积雨量最多的地方是在新竹坚石 已经高达有546毫米 其他像是新北平陵 桃园复兴 宜兰大同 也都是山区的部分 集中在北台湾 也都有突破400毫米的降雨量 另外在台北市的北投 也都有365毫米 那么接下来的雨该怎么下 大家也都很关注 虽然气象局只针对了暴风圈所涵盖的 新北 基隆 以及宜兰 发布了海上陆上的台风警报 但是从这个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 台风也相当相当清晰 对流旺盛之下 主要的降雨依旧是落在北部 以及基隆北海岸一带 但同时也要提醒的是中南部的观众朋友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除了在中南部靠山区部分 已经感受得到比较明显的风雨 随着今天中午过后台风逐渐远离 还可能会引进西南风 意思是中南部也可能会出现降为丰沛的水汽了 至于今天 秦攀克的地方依旧是在新北市的瑞芳 平溪 双溪 以及贡辽 再加上的是桃园的复兴 以及台东的蓝宇 也都是停班停客 其余县市因为风雨预报并没有达到放假标准 今天还是维持正常的上班上课 刚刚有提到这个停班客的桃园复兴山区 一共是有31条溪流 都被列为了土石流的黄色警戒 三天的累积雨量也都突破了400毫米了 体检强制撤离了265人 大家普遍都是到收容所安置 不然就是投靠亲友 也要再次提醒您 今天虽然中午过后 台风就会逐渐远离了 依旧要提高警觉 也要避免前往山区或是水域活动 受到薛兰诺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桃园复兴山区雨量丰沛 使得小屋来瀑布水量暴增 直吸而下相当壮观 瀑布旁的土石开始出现崩落 由于山区持续下雨 复兴义胜离往卡普主要干道 陶一一五线的山壁 也有石头掉落影响行车安全 我们在复兴区按照我们的经验 大概200多 我们这个是非常的危险 根据气象局预测 复兴山区雨量200到400毫米 为了预防严重崩塌造成危险 复兴区公所召开灾害应变会议 决议强制撤离危险地区民众 国军弟兄与消防单位加入协助撤离 我们山上最怕就是下雨 雨量如果超过的话 很容易崩塌 崩塌的地方我们这里全市区很多 所以我要开始强势撤离 溪水夹带着泥沙从山上倾斜而下 就住在西边的居民担心 山坡崩塌 溪雪暴涨 决定主动到亲友家避难 就怕是土司礼 土司礼来这边 因为水很大的话我们都会撤离 只要是他们愿意来 我们都有预备收容中心 然后几乎我们都会调查 然后我们的住户有的是都喜欢衣青 没有衣青的就会来收容在这边 对 我们公所有提供灾害物资 虚然落台风持续影响台湾 提醒山区居民随时做好准备 避免意外发生 大家细问蔡佩颖警员集 陶渊报道 轩懒弄弹风这一回 不止台湾严家戒备 整个东北亚都严阵以待 因为它在逐渐远离台湾之后 会继续朝着日本 以及南韩的方向来直扑 日本冲绳目前已经出现了 强风大雨 宫古岛3000多户停电 纳巴市也有两个人受伤 画面中带您看到树木横倒带地 纳巴市的瞬间最大风速 每秒来到58公尺 相当于17级风 受伤的两个人都是 银罚长辈70多岁和80多岁 都是被大风给吹倒 至于南韩济州岛 也已经出现了风雨状况了 民众的伞都被大风给吹跑 台风预计6号 也就是周二的时候 会先登陆济州 接着往北到釜山 可以说是将成为60多年以来 登陆南韩的最强台 遭受到世纪洪涝 国土围萃的巴基斯坦 西北部也因为冰川的消融 引发洪水 目前逐步消退了 联合国也及时挺进来送进物资 不过在巴基斯坦的东南部一带 因为季风大雨 依旧带来了滂沱暴雨 没有舒缓迹象 让信德省的一座城市 原本是全球最热城市 设施标迫了51度 如今却因为洪水 变成了一座大水城 街道变河道 民众摇摇晃晃地行驶着 各种交通工具 希望能赶紧抵达庇护所 巴基斯坦东南部 信德省一座城市 甲科巴巴德 今年5月最高温标志摄氏51度 一度成为全球最热的城市 宛如火炉 如今却因季风降雨 变成一座水城 超过4万民众被安置到庇护所 但庇护所环境恶劣 粮食匮乏 导致看诊人数暴增 英山区冰川融化 酿洪灾的西北部 虽然水已逐渐退去 却出现另一个问题 为了及时提供援助 联合国难民署排除万难 把物资送进去 包括一万个帐篷 数千个防水油布 卫生用品 炉灶 毯子 太阳能灯 和税垫 并表示需要至少1.6亿美元 才能帮忙解决 这史无前例的灾难 大爱新闻 陈彦荣编译 美国的加州北部 也爆发野火 一天之内烧毁了 1500多公顷 州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熊熊烈火伴随浓烟 不少建筑被烧毁 还有好几个人受伤 当局是针对 7500年发布了撤离令 由于烟火的关系 也有9000户大停电 目前火势还没有办法完全控制 只控制住两成左右 能源议题延烧始终是瞬息万变了 因为俄罗斯又大张旗鼓的说 供给欧洲的天然气管线北溪一号 本来是要如期的复了 恢复了 如今他又说出现了管线故障问题 必须要无限期关闭 欧洲也针对了俄罗斯 祭出了最新抵制 他们要透过G7的决议 对俄罗斯石油采取进口的价格上限 欧洲各国想要借此抑制能源价格上涨 也避免让俄罗斯从中来获取暴力 作为侵略乌克兰的资金来源 北半球的时序也即将要迈入秋冬了 欧洲能源紧张问题 看似又必须要进一步审问 镜头再回到台湾 目前关于轩莱诺台风的未来发展 它还是维持中台的上限 所以各地还是要慎防强风 它的中心已经从日本的宫谷 还有石原岛中心通过了 暴风圈略微的碰触到台北的东北角陆地 索性没有直扑台湾而来 在今天上半天 对于台湾的中部以北地区 还是有比较剧烈的影响 提醒您各地还可能会出现强风奏雨的状况 尤其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 也要特别严防雨势 现场还要交给气象局 带您掌握最新记者会 台风的动态发展 上到现在 其实在北台湾地区跟中部的山区 都下了不少的雨 台风目前的强度 中心风速还是维持每秒48公尺 而它的暴风半径还是维持280公里 不过我们从微信图上面可以看到 它目前的结构 已经比昨天晚上来得更好一点 我们预估未来它的强度 有可能再增强 它的暴风半径 也有可能再扩大的趋势 这主要是因为它逐渐在北上的过程当中 这周围的环境使得它有利于再度发展起来 台风目前距离我们很近 因此在台湾附近的海浪 其实都来比较高 波浪的高度大约有2到4米 另外台湾北台湾地区 恒春半岛南雨绿岛地区 也都有超过10级的阵风 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 而至于降雨的部分 我们从过去这段时间的累积图可以看到 从前迁到现在 新竹县总累积雨量已经来到561毫米 其次包含像桃园新北宜兰台北的雨量 也都相当的多 都超过300毫米 从表格可以看到 前五大线市排行在新竹县的山区尖石乡 新北市的平林桃园的复兴 这些地方其实来得非常的多 要提醒大家到今天的上半天 特别中午之前 在下雨的情况还是会持续 连续新的降雨过去雨下的特别的多 在山区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 让我们来从目前下雨发布的好雨特报来看 也因为这样下雨的情况 下局目前针对台中以北以南地区 南投地区中部的山区 还有高雄山区跟台南地区 都发布好雨特报 这些地区可能都有大雨或好雨发生的机会 特别要注意的是新竹县的山区 也有局部大好雨出现的情形 另外我们从雷达回报处可以看到 目前台风眼的位置其实清晰可见 而受到台风它的外温含流的影响 所以刚提到的北台湾地区 中部地区下雨情况在今天上半天还会持续 另外在南台湾它的外温含流 其实也对台南高雄平东造成一些短延时的强降雨 不过像这样的强降雨预估上半天之后 会慢慢的缓和下来 还是要特别注意的是中部以北这些地方 我们从电量将水位暴涂6小时为大家说明 在今天白天到中午这段时间 可以看到整体的雨量还是特别的明显 尤其刚一直提到的北部的山区 中部的山区下雨的情况还是会持续 雨是稍微缓和一点 等到下午以后 也看到整体的量子跟早上相比下来 是缓和一点 到了晚上8点之后 我们看到整个量子 大概只剩北台湾地区 跟中部一些零星的地方 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降雨而已 因此整体的降雨到今天上半天 都还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 另外要注意到就是风力的部分 到今天早上6点为止 可以看到包含黄色橘色红色 这整体观测有大于八级阵风的地方 第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就在北台湾 稍后新闻回来 除了带您持续关注到 宣来诺台风的最新动态 还要与您分享她的人生故事 延续了往期的遗愿 坚定走上菩萨道 广告过后有完整的报道 我是热带雨林 我是地球的肺 我微笑着为你们吸收二氧化碳 提供地球百分之二十的氧气 直到你们举刀 挥向了我 如果你们不要害我 地球就能免于气喘叙叙 如果我们再不努力 通道一命 通道一命 无人信命 爱不是手 爱要开口 爱乌集乌 爱之欲其声 爱到深处无怨有 冰城的快速融化 密石成了北极熊生存的难题 漫长的密石旅程 体力不支的小熊 往往溺死在中途 当北极都失去北极熊 人类还剩下多少时间 你是哭着来到我的身边的 饿了哭 摔了也哭 我希望你笑得更多 因为不如意是学习的动力 虽然你哭着来到世间 但我希望你笑得迎向未来 每一声震耳欲容枪响 都在向童年 向希望道别 每一个透显微光的弹孔 都好像灰暗 惊惧的眼神 硝烟征战 毁掉的不仅是孩子 也是世界的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还是持续关心台风的未来动向 今天呢 薛兰洛在上半天 对台湾还是比较有剧烈影响的 包括北部 东北部降雨是最持续 而且全面 在中南部地区 降雨算是属于间歇性 不过提醒您 还是持续会在中部的山区 有较强雨势发生 气象局也发布了豪雨特报 总计有9个县市 都列入了豪雨警戒了 多半都是在北部以及山区 另外呢 尤其是在新竹 台中 台南也有大雨发生 提醒您哦 新竹山区是大豪雨的范围 五峰乡呢 24小时累积雨量 已经即将要突破350毫米了 务必要慎防 落石 摊坊 还有一些洪水的坡地灾害发生 继续带您关注今天详细的气象数据 北台湾北北基温度落在26-28度降雨 降雨几率有百分之百 桃竹苗26-29度降雨几率落在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一百 中部地区中竹さ 中部地区中竹山头26-31度降雨几率最高也有百分之八十 云嘉南25-32度降雨几率比较低 对高有五成左右 南部地区25-32度降雨几率百分之三十 东部地区27-34度降雨几率最高有百分之九十 至于在外岛地区降雨局率落在30左右 套载环波狼单元 今天与您分享她的故事 此季环保站的志工张艺林 起初会开始行善付出 是因为母亲往生的姻缘 让她想要持续地关注 临终的病患 而后就转为投入做资源回收了 因为呵护如同母亲一般的地球 我的本名是张艺林 法名是金井 因为这个环保站在这里设立 很像是2012还是2014 差不多那个时候 我的家就在这边附近很方便 所以我就大部分时候来这里 做回收 所以我是环保站那个站长 有 routine的 刚刚来开始的时候 看到那些很多书记这样子丢 当做废纸来卖 真的很看不忍不忍心 我们希望这个书能够有它的价值 所以我们就开始做网上销售了 当我们上了网 Publicity的时候 多人知道了 慢慢我们的书的量就越来越增加了 就越来越多好的书 而且有很多大的 他们自己本身的收藏的很久的那些书 就不舍得丢了 就借助我们这个平台来跟更多人借员 很多那些爱书的人来了这里 知道这样子的情况 他们也自愿加入参与 就成为我们的这个志工 其实我太太往生前 比我更投入在环保 它是似乎有一点超过 那些垃圾也带回家里了 所以我的家 很多时候人家来看到 很像这个垃圾堆 结果堆在我的外面 我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所以当它一直在做的时候 我也投入比较多 就也慢慢跟着一起配合 当你真正的做的时候 你才能够体会 那个工作的意义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很受环保啊 太重要了 资料有显示说 50kg的旧报纸呢 我们能够回收的话 能够省 不需要砍掉一棵20年的树 觉得很震撼啊 从垃圾变成资源变成散团 几手之牢 只是不要丢弃 回收 就能够换起一个 我们自己个人本身 做不到的那一种工作 当然难免地球迟早 慢慢地也会顺伤了 只是我们可以延迟它的那个寿命 所以我们尽我们自己能力 能够做多少 我们就做多少就可以 所以这个 我觉得它的意义很大 在台风来袭之前呢 新北戏纸区的慈济志工 也提前地展开家访 拜访了两名照顾户 一位中风 一位颈部开过刀 因此是关心这个辅具使用的状况 也提前送来秋节的贺礼 怎么去帮助一个人可以站起来 而不是永远都私自地躺在那边 私自地坐在轮椅上面 真的要站起来才是重要的一件事情 曾立文三度中风积极复健 行走自如还可以帮忙搬运辅具 他以自身经验 鼓励同样中风的照顾户 没感觉 所以说你现在 你一定要慢慢用它 让它扶回户 不然你现在越来越没感觉 就是神经没有了 你不练的话你就会萎缩 这样子做 这样子做 就是左右交叉这样子用 走慢慢走 在大家的鼓励之下 马上从沙发站起来 你真的比我当初走得很好 志工除了打气也送来补具 同时加强居家安全 我们这里也做一支六十公分 好 香变蒙都做六十公分 慢慢走过去 所以我们就结合 补具平台跟安美 给他一整套的 我很谢谢他们 他们给我鼓励 我希望能自己赶快好 然后去找工作 照顾儿子比较周全一点 隔壁栋也有一户女士 颈部开刀无法工作 经济陷入困境 志工送来中秋礼盒 他又帮我插过来 说我里面很不舒服 然后会引起 大家来帮忙 度过了就好 以后你有能力也可以出一点力 我很想哭 是因为我觉得 这样子的关心关怀 其实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的 佳节前夕 志工忙着穿梭长街露相 给别人温暖 自己也感受幸福 世间的苦 我们能够出一份的力 解决人家的苦 我们觉得我们是很幸福的 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 叶敬宏 余申全 曾秀旭 台北报道 阿根廷在慈济 落地生根30年 举办祈福会 汇聚爱的能量 灵火过后满目昌疑 慈济之工开车2000公里 送来食物券 建材券等物资 百户家庭温暖过冬 一诊守护健康 针灸推拿食物缓病痛 文具发放持续17年 帮助食荒维生的小孩 用知识翻转命运 1992年我们在阿根廷 已经成立了 持继的基金会 资金刚好30年 行善不难 持续却不容易 坚持是因为不忍有人受苦 我们7年来 我们持继就在帮助我们这个机构 一万个日子菩提成灵 行善代代相传 从外公以前呢 到了阿根廷都一直参加 爸爸妈妈也是慈亲 所以很开心这次能够在这里 两位前任负责人也上台 发愿核心协力 汇聚更多爱心 走过下个30年 你们真的很了不起 我也希望 在阿根廷的交接朋友 不正你我 我们多多给慈悸 加油 打气 带新闻真善美之功 钟桂满 朱重志 肖继登 阿根廷报道 早安独报单元 带您掌握国内外媒体 关注的焦点 首先是联合报 针对外界质疑 食药署采购的次世代疫苗 并不能够真正的对抗 BA.5 指挥中心也罕见的 在昨天大动作 召开记者会回应 强调面对风雨来袭时 应该要准备好雨伞 而不是先领雨 彭博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公布的最新GDP数据 发现了印度在去年最后一季 挤下了英国 成为全球第五大的经济体 预计今年印度的经济还会再增长 7%以上 英国却深陷了通膨 以及经济衰退的泥沼 两国的经济差距 恐怕还会再拉大 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独报焦点 要提供给您 也感恩您加入今天的早安新闻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节目 敬美好 有关台风最新动态 也请您锁定9点15分 大爱快报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